好 各位企友大家好 那这晚期是今天11月24号 进行的阿含童山杯半决赛 由黑方杨领星 对战白方黄云松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双方都是新小木 然后黑棋点脚 走了一个定式 白棋挂脚 黑棋小肩 白棋手脚 黑棋二肩低夹 白棋点33 继续定型 开局都是常规的布局套路 白棋打入的时候 黑棋选择飞风 白棋再一飞 这个时候黑棋也可以选择正头 这样的话白棋就在上方小飞 大出一个小堡垒 原地安定 因为考虑到以后白棋在脚上 还有一些后续的掏空手段 所以说黑棋实战是捕雷手 白棋往前大跳 黑棋拆边 白棋点4 黑棋要是直接沾上的话 那白棋肯定是便宜了 当然黑棋可以选择反击 往左边一点 白棋连回之后黑棋再靠住 这样的话肯定要比黑棋直接沾上好很多 但是同样白棋也走后了一些 所以说这个地方白棋就可以暂时脱先了 比方说在左边拆边 这手棋价值也非常大 实战黑棋往二路一搬 然后切断 看白棋如何选择 如果说白棋二路打持的话 那黑棋往左边先手一点 可以在上方撑这个结 因为黑棋在左下方有结材 所以说这样定型黑棋完全不怕 实战白棋选择一路打持 黑棋反打白棋站上 AI的思路还是劝黑棋 简单连回算了 这样的话 黑棋在右边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实战黑棋往二路一搬 还是想要原地做活 这样木属稍微便宜一些 但是会被白棋切断 黑棋要是在上方补一手的话 那白棋往右边二路一爬 这样的话黑棋右边这块棋的棋形 就略显担保 所以说黑棋拐住 同时对于白棋右上方这一块的死活 造成威胁 但是白棋也不用着急去补 因为白棋在上方还有一些先手搜刮 白棋飞过来 黑棋靠住 白棋肩顶 黑棋一搬 然后白棋断打 黑棋反打 白棋回到右边打入 黑棋肩顶 实战白棋选择弃掉右边这两颗子 然后把外侧进一步加强 交换完之后 白棋再选择补活 然后双方回到下方定型 黑棋小尖 白棋靠压出头 然后拆 黑棋贴住 这个时候白棋最好还是在外侧补断 如果说不补的话 被黑棋往这儿断打 虽然说白棋可以翻打 然后把黑棋包住 但是很明显黑棋断打之后将会形成一个结针 这样的话黑棋本身这个结财还是比较多的 白棋稍微有些麻烦 实战白棋沾上 这样也比较厚 黑棋往外跳出 白棋二路小尖 在要求黑棋补齐的同时 我们会发现黑棋右边大龙还没有活 至于黑棋上方这一块完全不用担心 以后如果说白棋打持 黑棋体调 白棋二路打持 黑棋站上 还是活棋 实战白棋往下方一压 黑棋扳住 白棋在一虎 这样的话白棋已经走后了一些 所以说黑棋应该在右边补一手 这样的话可以确保大龙的安全 虽然说下方 白棋往这一段还是比较严厉 但是黑棋如果说以后能抢到左边的拆边 还是可以限制白棋这一带的发展 这样下这个局势还是比较接近 实战黑棋比较看重下方的时空 贴住 白棋切断 黑棋再一长 但是被白棋往右边一震 我们会发现黑棋大龙更加危险 黑棋体调 这样的话右边有了一个后手眼 白棋往下方一尝 如果说黑棋不想补断 往右边打持的话 那白棋就撑这个结 因为白棋在上方有结材 所以说完全不怕 白棋打持 黑棋要是沾上的话 白棋直接提掉 这样的话黑棋右上角这一块 全部死掉 这个损失就太过于惨重了 而且我们来看右下方 黑棋要是断打 切断白棋的联络 白棋冲完之后要入班 黑棋反班 白棋以后断打完之后再一打 黑棋补棋 白棋再往右边一虎 还是可以做活 这样的话 黑棋这个转换收获就太小了 所以说黑棋实战还是选择补断 白棋往左边一跳 黑棋再一压 白棋搬出 黑棋贴住 白棋一厂 黑棋切断 虽然说白棋 这三颗子被吃掉了 但是很明显 白棋可以在外侧先手封锁 这样的话 对于以后右边屠龙非常有帮助 实战白棋挡住 黑棋沾上 白棋在一起 黑棋沾上 白棋先交换一手 然后在上方定型 打持 黑棋沾上 这个都是白棋的权利 走完之后 白棋在下方团住 黑棋并没有选择挡住 因为挡住的话 以后白棋二路搬完之后 断打 再反打 这样的话 以后白棋右边二路一虎 随时可以做活 这样的话 对于黑棋右边大龙 还是非常有影响 如果说以后黑棋靠住 想要坐眼 白棋破眼的话 虽然说 Z手棋 再往前一长 对于白棋右边这一块 联络会造成影响 但是由于白棋随时可以补活 所以说 黑棋这样下 只会让大龙更加危险 实战 黑棋猴一个 但是这两手棋的交换 黑棋明显是亏了 白棋往右边一扳破眼 黑棋先手一压 然后靠住 白棋往左边一夹 黑棋靠出 这个时候如果说白棋直接斑断的话 黑棋可以利用弃掉这三颗子 然后做活 不过这样的定型 白棋已经非常满意了 不仅是木树收获很多 而且中间这一带铁厚 白棋在周围还有非常多的潜力 实战白棋更为凶狠 想要整体惊吞黑棋大龙 所以说选择往左边一扳 黑棋如果说往上一长 那白棋冲一个挡住 黑棋站上 白棋继续挡住 这样的话黑棋还是无法突围 实战黑棋连回 然后白棋往上方一长 黑棋往前一长 白棋站上 黑棋往上方一跳 白棋团住先手 打吃先手 然后继续封锁 黑棋往左边一夹 白棋先手贴住 然后再一冲 黑棋断打 白棋反打 黑棋站上 白棋再一冲破眼 黑棋站上 白棋也站上 黑棋提掉 白棋连回 黑棋在外侧切断 这个地方 黑棋在这个局部 肯定是无法做活了 只有想办法 冲击白棋外侧的保卫 实战白棋往左边一猴 这个时候黑棋也无法补断 AI的建议是 黑棋先往上小肩 白棋连回 黑棋再往外侧打吃 这样跟实战的区别就在于 白棋冲一个的时候 黑棋先冲断 然后沾上 白棋在上方补一手 黑棋再把外侧这颗子吃通 这样的话 虽然说黑棋右边这块 还是会被切断 但是白棋也被切断了 以后在外侧 黑棋会多一些借用 实战黑棋少了这几手棋的交换 直接选择在外侧打持 白棋冲 黑棋抵掉 然后白棋站上 这样的话 白棋全部连回 白棋铁后 可以说走到这儿 黑棋的局势已经相当不利了 而且黑棋中间这一块还没有安定 如果说黑棋选择冲断的话 全盘的目数就不够了 白棋直接抢到左边 拆边的这个绝好点 那黑棋肯定不行 所以说黑棋现在只有走得非常撑 先往左边拆边 其实白棋现在打入也完全可以 因为在这个地方想要做活的话 非常容易 这样下黑棋也不太行 实战白棋先往中间一飞 这手棋也影响到黑棋中间大龙的安危 黑棋也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肯定不能直接连回 这样的话效率太低了 黑棋只有继续撑出左边的空 其实这个时候白棋打入还是可以做活 实战白棋先往二路走一个 然后黑棋继续违控 白棋小尖 威胁黑棋的联络 黑棋往前一跳 白棋再一冲 黑棋继续违控 白棋再沾回这两颗子 这样的话黑棋必须要补齐了 不然的话被白棋靠住 黑棋肯定不行 黑棋往前一长 然后白棋在下方先手打持 二路搬站 这个时候黑棋最为稳妥的走法 还是应该贴住连回 但是考虑到全盘的实控 已经不太够了 所以说这样走的话 落一个后手 被白棋在上方简单收空 那黑棋就完全没有机会了 所以说黑棋继续在上方 违控 小尖 然后把这一代全部围牢 但是很明显 下方黑棋的联络 已经出现问题 被白棋冲完之后再一扳 黑棋一冲 白棋再一扳 黑棋拐住之后 白棋再往上一冲 这个时候如果说黑棋挡住的话 那白棋再往左边一扳 再一冲 因为黑棋肯定要在左边连回 白棋再往上方切断 这样的话 黑棋中间大龙全部被吃掉 显然也不行 所以说实战 黑棋选择切断 白棋往上一冲 黑棋再一冲 白棋往左边一冲 黑棋一长 白棋直接冲断 再沾上 黑棋再往左边一冲 切断白棋的联络 但是当白棋往中间一挖的时候 黑棋就认输了 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 这个地方对杀 这个地方对杀黑棋 气就已经不够了 黑棋沾上 白棋收气 黑棋一路斑 白棋打吃完之后再一打 很明显 黑棋这个对杀 气不够 好 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转折点主要就在于 黑棋右边这一带的定型 如果说白棋在下方补断的时候 黑棋往左边小肩突围的话 那这盘棋还非常漫长 实战黑棋选择在下方围空 被白棋往右边一振 这样的话 黑棋大龙就已经非常危险了 被白棋吃住右边这一块 黑棋全盘的实控就已经不够了 之后虽然说黑棋撑住左边的空 但是中间这一带实在是太薄 最终被白棋全部包围 形成一个对杀 黑棋气也不够了 好 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